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漫画家不同次元的格局 不只打破了当代少年漫画既定的传统 并且还影响了之后许多同类型作品的漫画家 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出现 许多我们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品 或许都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样貌 而这位漫画家的名字就叫做 荒木飞旅夜 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故事 日本东北地区的工程县 东面太平洋 西部则有着群山以及国家公园 夏天能够在翠绿环抱的山中践行 冬天才能享受滑雪的乐趣 而当地的仙台市 同时也是东北地区人口最多的都市 其悠久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 17世纪的战国名将伊达正宗 是一座融合人文历史与自然气息的城市 1960年的6月7日 仙台市的若林区诞生了一名男孩 他便是本名荒木立志的荒木飞旅夜 荒木立志偶有两个小他4岁的妹妹 由于这两个妹妹是双胞胎 所以总是心有离析 关系特别好 从荒木有记忆以来 这两个妹妹就经常捉弄自己 例如只有两个双麒麟 如果给哥哥一个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一人吃一半了 不如我们两个全吃了吧 而因为经常被妹妹们欺负 每当家人们聚在一起时 荒木立志总会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其中 就好像是个局万人的感觉 为了排解这份孤独感 他当时选择的方式就是 一个人躲起来看漫画 当然漫画的世界非常美好 因此看漫画这件事情 从排遣寂寞 慢慢变成了他的兴趣 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漫画 从小学开始 无论是热门的冷门的 他都会看 甚至还读过周刊少年Jump的创刊好 而在众多漫画中 影响他最深的 就是恒山光辉老师的铁人28号 这带巨大的机器人 带给荒木立志新鲜的感官刺激 并在看了白土三平老师的佐助 以及千叶侧名老师的 哈里斯的旋风后 他一开始尝试把漫画中的角色 淋没出来 从那时候开始 也慢慢地培养起了画画的兴趣 甚至有时 他还会自己创作故事 例如保镖与坏人战斗之类的剧情 在小小年纪的荒木立志心中 并默默地将成为漫画家 作为未来的目标 其实从小时候开始 荒木立志就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孩子 比起加入一群热热闹闹的人群中 他更喜欢在一旁静静地去观察别人 例如小学时 他曾经参加过软式棒球社团 一开始虽然挺开心的 后来却发现 明明说过球队要团队合作 但一旦失误 却会被身旁的人投以责备或冷淡的目光 这种精神压力 让人感到很厌恶 所以他完全不想融入这个团体 也总是喜欢站在随时能开溜的位置 然后静静地去享受漫画的美好世界 时间飞快 荒木立志身上国中 因为不喜欢团队合作的活动 他加入了一个人成败为主的剑导社 不过虽然加入剑导社 荒木立志却很讨厌比赛 并且他总是觉得对手莫名其妙 明明自己看起来毫无战意 对手却总是斗志高昂 他为什么这么奇迹 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些人如漫画图版的内心小剧场 开始充实在荒木的脑海里 然后在这些小剧场越来越多之后 荒木立志发现 发现他输掉了比赛 而由于害怕成为学长后 自己会面临来自许多学弟学们的请求 于是升上二年级后 他便退出了社团 荒木立志认为 自己的事情 便要由自己负责到底 若答应了别人 便一定要做到最好 否则就不要轻易承诺 例如如果要大意男扮女装 那就一定要全力以赴 没错 在那个还算保守的70年代 国中世纪的荒木立志 就曾因为同学的拜托 而扮过女装 并且完成度非常高 如此固执且要求的性格 不只呈现于生活中 后来更体现在将来的作品里 1976年 荒木立志升上高中 他就读于东北学院 刘刚高等学校 这是一所基督教学校 也因此他开始接触到了 许多圣经的故事 不过在当时 荒木立志完全把圣经的故事 当成鬼扯蛋 这所学校是想用这个来洗脑我吗 他当时不禁这样想着 而在随着年纪超长 有了历练之后 他慢慢体悟到圣经中 有许多非常棒的故事 不只被圣经故事的内容 深深感动 还觉得圣经中的故事 说不定都是货真假实的 而这段时期的潜移默化 也连带影响了他的英雄观 荒木立志认为 真正的英雄 不需要追求民生与地位 也不应收取金钱作为报仇 即使最后默默无问地离开人世 但他的内心 必会是光明磊落 不留遗憾 如同耶稣为了世人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对于荒木立志来说 这才是他心中真正英雄的样貌 而这个时期 荒木立志也开始阅读许多不同类型的漫画 其中他非常喜爱科幻与悬银的作品 尤其是横山光辉的巴比罗二世 穿着学生服的主角 在古代遗迹探险的故事 让他觉得非常有趣 于是按捺不住创作心情的荒木立志 马上将想法附助于行动 在各余时间绘制作品并尝试投稿 不过也许是经验及技术都相对不足 投稿的作品不是被退回 就是石沉大海 而在当时 在周刊少年Jump出道 这不禁让他羡慕又嫉妒 但荒木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就是静下心来努力的练习 时间飞逝 专业已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刻 但荒木却一点也不想继续念书 找了我吧 我才不想上大学 厌倦了读书跟考试的他 实在不想再做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了 而且如果上大学的话 感觉对于漫画家这条路是没有帮助的 于是荒木立志下定决心 进入了仙台设计专门学校 专门学校跟一般大学不一样 大部分是两年级三年制 以专门教育为中心来学习 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为主的教育机构 而荒木在这就学的两年期间 学习了素描及美术的基础 当然他也在学习中 一边勤奋地持续创作各种作品 不过依然可惜 尽管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风格类型 还是没有收到好消息 两年过去 从设计学校毕业之后 这种同学都去了设计事务所之类的地方 但荒木荔枝在内心无声的呐喊着 我可不是为了工作才来的 我是为了要成为漫画家的 面临求职压力的他 急于无奈之下 只好四处乱投履历 而在毕业那年的11月 有一个职缺寄来的通知 这是一家人体模特化妆师的职缺 虽然说到通知是个好消息 但他的内心深处 其实是想要全力专注画漫画 在梦想与生活无法兼顾 犹豫不决的时候 他竟然接到了一通来自编辑部的电话 没错 黄天不复苦行人 荒木荔枝以武装扑克这部短片作品 获得了第二十届手中奖的准入选 开箭了他 马上打给那家录用自己的公司 虽然被归公司录用了 虽然被归公司录用了 但非常抱歉 我要去当一名漫画家了 甚至还给他们看了自己的获奖证明 是的 荒木荔枝即将踏上 属于他的漫画家之路 与大多数漫画家不一样的是 获得出道结尾的荒木 并没有马上前往东京 而是留在老家仙台画画 并使用笔名 荒木飞旅艳 于1983年迎来了第一部连载作品 《魔少年BT》 这部作品的原型 取材于英国侦探小说家 亚瑟·柯南道尔所写的 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而那个年代 正好是宅急便系统开始出现的时候 所以荒木便会透过宅急便 发送原稿的影本 再用电话与编辑进行商谈 不过当时的词文编辑 可是如同恶鬼一般的人 每当编辑收到原稿后 便会马上打给荒木 有地方需要修改 你明天马上来东京一趟 让荒木在心里大声吐槽 早知道 我就亲自把原稿带过去 但不敢无定的荒木 也只能乖乖着做 常常在景色的会议室 熬夜修改原稿 也因此 在隔天回程的电车上 他经常都会睡死坐过站 但因为有如此的经验 才让荒木有机会面对 真实社会的样貌 实际上 荒木的确从编辑身上 学到了许多东西 对于他来说 编辑就像是 天使与魔鬼一般的存在 而这部初次的连载作品 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 从连载最初开始 便移入人气低迷 并在第十话宣告腰斩 有趣的是 当时编辑去解释 不受欢迎的理由是 他们发现 不知为何只有 第十话的问卷调查 大受好评 而在仔细探究后 他们推测出了可能的原因 第一到第九话 都是超高智能的主角 单方面碾压敌人的剧情 不过只有最终化的对手 不只使用力量 同行也会运用头脑 与主角展开激战 经营造出紧张悬疑的氛围 在这个时间点 荒木发现 也许斗智的头脑攻防战 这一概念 将会成为高人气的要素 不过虽然模糊 抓到了些什么 但似乎还少了 关键性的灵光一闪 于是 荒木觉得就先实践 另一个脑中 一构思的故事 在与泽恩编辑 商谈完故事跟架构后 编辑回应 好啊 那就来东京连载吧 于是 不想再来回奔波的荒木 收拾行李告别老家 于1984年 来到东京 开始连载 巴欧来访者 当时的日本 生物技术正好是热门话题 荒木并将这个概念 应用在漫画中 所以巴欧其实就是 生物学 Bio-technology 并结合当时流行的 滴滴血里的肌肉猛难 设计出了 充满肉体美的角色 而这部作品中出现的 其灵感则是来自 雷利·施考特指导的异形 并且巴欧来访者 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 招式名称都超级长 另外有一招可以从手掌 喷出强酸一体的名称 并叫做 巴欧 融化 手掌 现象 日文则是 而为了取出又长又有气势 又有新鲜感的名字 荒木还会认真的翻阅字典 然后将看起来很帅气的文字 随意拼排 不过很可惜 虽然主题有趣 招式又充满中二感 但这部作品依然没什么人气 连载不到一年 便草草结束 幸运的是 虽然作品并没有大受欢迎 但也多少获得了一些收入 为了获取下一部故事的灵感 荒木决定要前往未知的异国 实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海外旅行 他前往了英国进行了十天的取材 虽然本身不会说英语 但还是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体验 比起凭空想象去创作 倒不如用自己的双眼去见证 这段旅程激发了荒木许多不一样的灵感 而返回日本之后 他也活用了这一次旅行的所见所闻 创作了一部 以英国为其实背景的漫画 并且依次 画成了一系列的作品 在当时还只是个漫画界小人物的荒木并不晓得 这部作品将会把未来吹起一阵狂暴的飓风 不止彻底改变了少年漫画战斗的架构 甚至影响了整个漫画界数十年 没错 这部漫画就是 99的奇妙冒险 99的奇妙冒险 于1987年在周刊上 上开始连载 为该系列的第一部 幻影血脉 故事以十九世纪梦的英国为舞台 讲述了男主角 乔纳森·乔斯达 与靠石鬼面 并成为不死吸血鬼的宿敌迪奥布兰杜之间的宿命对决 其实这部作品 在最开始与编辑讨论角色设定时 便遇到了困难 因为当时的少年漫画 所流行的风潮便是 如果主角不是日本人 读者就无法接受 但幻无心想 自己想画的是跟吸血鬼有关的故事 如果主角设定成 身在欧洲的日本人 好像有太过刻意了 并还是坚持以外国人来当主角 但主角是外国人的话 名字难记这件事情可是硬伤 而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有记忆 并决定让主角的姓与名的第一个字相同 例如自己喜爱的导演 史蒂芬·史毕博 便是SS的这种感觉 而最后会决定把主角取名为 乔纳森·乔斯达 Jonathan·Josta的原因 是因为荒幕当时正在一间 名叫Jonathan的餐厅和友人吃饭 而Josta则是因为蕴含了星星Star 所以这个名字有着贯彻 希望之心的意义 于是Joco这个名字就此诞生 而关于敌人的灵感 则是来自当时所流行的 阿诺斯瓦辛格 或是北斗神圈这些硬看风格的角色 再将旧奇的肉体 与科幻恐怖的要素相结合 最后便产生出了吸血鬼 荒幕也认为战斗必须要有规则 有了之前的经验 他知道读者们不喜欢无脑的战斗 于是波纹便诞生了 所谓的波纹便是透过呼吸来产生能量 有点类似于气功的感觉 也因此在Joco的战斗 并不是单纯比谁拳头大而已 即便是不劳不死的怪物 也必须有一套自己的规则 例如吸血鬼就必须害怕阳光 这种美学才是他想追求的 有趣的是 在日本漫画里 撞声词的使用一直是其刻色之一 不只能用来描述声音 也可以表达动作举止背后的意义 不过在Joco中 荒幕最常使用的两大撞声词 鱼 这些撞声词并非是背景音效 也并没有要描述举止与动作 甚至跟漫画里的角色与场景通通有关 这些撞声词是用来形容现场的气氛 并且在漫画里的角色是完全听不到这些声音的 听得见的只有读者 没错 这些撞声词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让读者感受到古怪的气氛 透过大量的 Gogo Go 与 Dodo Do 让读者仿佛在看一场悬疑电影一样 这样的手法不但特别 也更能让读者融入其中 1987年同年 幻影血脉结束连载 跟前几部作品相比 这部作品不曾遇上被腰斩的危机 不过翻想也并没有到非常好 而令大家惊讶的是 在第一部的结尾 荒木决定要让主角乔斯达 在与Dodo的决战中壮烈牺牲 这个决定受到了编辑部的反对 编辑部担心这种更换主角的行为 会对连载造成负面影响 然而事实上 主角不能是外国人 主角必须是同一个人 这些预设规则 其实都是漫画界的不明文规定 正当荒木陷入犹豫之时 他突然想起了一部 自己热爱的棒球漫画 Captain 这部作品是描述一支国中的棒球队 有趣的是 在身为队长的主角毕业之后 故事并没有完结 新任队长与其他队员 成为了故事接下去的主軸 另外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约翰·史达佩克所撰写的《一点之东》 也同样不聚焦于个人 而是以整个家族史作为故事的进展形式 虽然主角随着剧情发展又不停更换 不过却能透过传承来延续角色的精神 这些范例大大鼓舞了荒木 最后他独拍正义地按照原本的想法 让乔纳森·乔斯达在故事的结尾沉入大西洋 并继续创作系列的下一部故事 99的奇妙冒险战斗潮流 99的奇妙冒险战斗潮流 于1987年在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 为新列作的第二部故事 故事发生在第一部幻影血脉的50年后 以1938年的美国纽约为舞台 描述了乔纳森·乔斯达的孙子 乔瑟夫·乔斯达 与他的之友西洒A齐贝林 为了阻止超苦的生物 蛀之难毁灭世界 所展开的异国冒险 在战斗潮流中 主角乔瑟夫与当时主流的主角个性完全不同 不像第一部的乔纳森 是个人品高洁的绅士 乔瑟夫是一个个性有些轻浮 会把逃跑视为战略之一 拥有许多小聪明且反传统的主角 荒木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但他作品流却充斥着浓厚的国际美丽 那是因为荒木与许多闭关在房间里 独自创作的漫画家不同 他是个非常热爱走出房门 去海外寻求灵感的漫画家 再加上之前的作品 《巴尔来访者》中 出现了非常多的尝试错误 甚至被读者来信纠正 让非常在意作品真实度的他 感到自责与不甘心 所以为了最真实的呈现漫画的世界观 只要时间允许 他就会外出取材 1988年 荒木进行了第一次的意大利之旅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在这块艺术之都 不只能看到许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也曾经诞生了许多举世文明的艺术家 端庄的建筑 雄伟的雕像 精美的画作 这些美好的事物 完完全全深深吸引住了荒木 他马上把他亲眼所见的事物 放在战斗潮流之中 例如住之南的沉睡之地 就是位于意大利罗马希腊 非常有名的大理石雕刻 真理之口 而在当时 荒木也拜访了罗马的博尔盖赛美术馆 在馆中 他见识到了 如此生动的肢体动作 是他在日本美术作品中未曾见到过的 深受感动的他 自此开始 对角色姿势的描绘有所注重 并适常参考各式知名雕塑作为范本 于是 啾酒的奇妙冒险 另一大特色也因缘而生 啾酒力 所谓的啾酒力 简单来说 就是作品中所登场的奇妙姿势总成 虽然很多漫画作品中 都有摆姿势的场景 却都没有啾酒力要来得有特色 啾酒力的姿势 因为是从艺术作品中衍生而来 不但充斥力量 且还带着美的流动 加上荒木的刻意塑造 使得这些姿势 包含着正常人类关节难以做到的扭曲 不知其意 更是美丽 而这股魔性的美丽 让许多人看过一次后 便无法忘记 也成为了99作品里 极具代表的特色之一 时间来到1989年 战斗潮流结束连载 对于战斗潮流篇章的最后决斗 荒木并没有让战力取决于至身的关节 最后胜败的影响反而是运气 如此的安排方式 对于荒木来说 也许是更加合理且现实的安排吧 而结束第二部连载的荒木 也没有休息 立刻在童年 开启了故事的下一个篇章 99的奇妙冒险 星辰斗士 99的奇妙冒险星辰斗士 于1989年 在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 为系列作的第三部 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部 故事兼问于1987年的日本 在第一部最终决战的100年后 Dio与大西洋下 被打捞上岸的重生 而为了拯救受Dio影响 而陷入病危的母亲 乔瑟夫的外孙 空调成太郎与伙伴一行人 出发前往Dio的藏匿地埃及 展开了一场远征之旅 在《星辰斗士》中 荒木为了丰富战斗与剧情 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战斗系统 替身 所谓的替身 即是将人物的精神力具显化的形象 以此为基础 展开替身使者之间的战斗 在当中的多数漫画角色 都是以拳头过招的年代 无疑是独树一格的创新发想 外形鲜明各异的替身造型 搭配千变万化的超能力 牢牢的抓住了独整的目光 也成为了Joco系列的另一大代表元素 而第三部的主角 空调成太郎 也是Joco系列中 极具代表性的角色 甚至是众多Joco粉丝 心中公认最小的男人 起源形来自于美国演员 克林·伊斯维特 在西部片中的形象 浑身散发霸气 且冷静沉着的硬汗 并以头脑站为骨盖 替身战斗为血肉 确立了后续的战斗系统 而成太郎的服装灵感 则来自于荒幕高中时期 很喜欢的作品 横上光辉的《巴比龙二世》 主角施张穿力临学生服 站在沙漠中的经典景象 成为了新政斗士 最初构想来源之一 除了学生服外 成太郎的最大特征 莫过于头上的学生帽了 荒幕曾说过 在给成太郎画上帽子的时候 便决定不管是睡觉还是洗澡 都不能摘掉帽子 就算是潜水 也绝不脱帽 这便是成太郎的标志 他希望读者能在任何时候 都能一眼认出成太郎的身影 而到后来 荒幕便直接让成太郎的头发 跟帽子一体化了 那是因为他觉得 在头发与帽子画上分界线很丑 并且反正都不摘帽 所以没差吧 不过事实上 虽然次数非常少 成太郎还是有摘掉过帽子的 而新成斗士 诉说故事的模式也很有趣 真的骂话 因为模式都很类似 所以经常很可能 走向单一公式化的方向 而当时有编辑也跟荒幕建议 可以使用武斗大会这种模式 但荒幕却跟编辑反映 武斗大会的点子是很好 但断了 荒幕希望他能走出 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并且不想让角色 陷入战斗力的回圈 在左思右想后 他想到了曾经看过的经典名著 环游世界80天 这种冒险方式的旅行 或许正是自己所需要的 于是最终决定 星辰斗士的故事调性 是犹如游记 以及公路电影的叙述方式 让主角因为某个原因 展开一段旅程 而随着旅程的发展 会逐渐深入描述 各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这样的了解方式 的确让星辰斗士 有了自己的风格 也跳脱出了 以往战斗漫画的公式化 并不是因为剧情 才去创造一个强大的敌人 反而是因为剧情 这个敌人必会再次出现 也因为荒幕如此的拓荒之举 让99的期望冒险 走出属于自己的 王道之路 而星辰斗士这个篇章 也对之后只要涉及到超能力 冒险 战斗的题材作品 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此之前 少年漫画的套路 普遍像是RPG游戏一样 不断练功打怪 不断变强 虽然读者都很吃这条公式 但随着故事的推进 沼泽的强度 很容易有过度膨胀的负面效果 最后很容易导致剧情崩坏 或是让读者失去新鲜度 但99以展现的理念 打破了这条公式 并且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思考逻辑 能力其实无关强弱 端看使用者如何使用 替身虽然是一种具现化的超能力 却不像过去少年漫画的设定 即使本身战斗力不强 但若是能灵活运用 也能战胜对手 同理 即使替身能力强如逆天 但若过度自满 最后也只会以败为收场 能力的比拼 不再是强与弱的量为基准 而是更加重视技巧与内涵的值 时间来到1992年 星辰斗士堂堂完结 其实荒母原本打算在第三部的时候 就将啾啾这个系列结束 然后创作一篇小镇中 隐藏着杀人魔的全新故事 并且荒母想将这个杀人魔 设计成有如蜘蛛结王一般 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 但如此想着想着 果然还是替身能力比较适合吧 那么就继续画下去吧 与之荒母便创作了系列作的第四部 啾啾的奇妙冒险 不灭钻石 啾啾的奇妙冒险 不灭钻石 于1992年在周刊少年Jump上 开始连载为99系列作的第四部 故事发生在1999年 日本M线S市的渡王厅 年事宜高的乔瑟夫乔斯达 向家人透露 自己其实有一个私生子 东方丈主 为了处理财产分配的事宜 控制成太郎造访了渡王厅 以这个小镇为舞台 展开了一系列的明暗攻防 虹母曾说过 不灭钻石给人的感觉 更倾向于短片集 虽然有着反派与大主线 但每个短片之间 其实都没有太大的联系 而为了更能掌握小镇的整体样貌 在最开始连载时 虹母以自己的老家仙台为范本 非常细致执着地画好了渡王厅的地图 且每个地点都非常追求精准且真实 田地、河流、饭店、车站 都依据现实的状况去做分配 可以说渡王厅就像一个 存在于真实世界的小镇 而在99系列中 角色的死亡 其实是非常果断的事情 因为第三部星辰斗士中的花金院 其部分反派 退场速度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虹母曾说过 根据故事的发展 某些角色的死亡是必要的 尽管这些角色很重要 但他们的逝去 是能推进剧情或人物成长的转折点 尽管自己其实有能力 能让这些角色死而复生 但擅自改变剧情 必然会破坏故事的架构 也是背叛自己的漫画 在不变钻石中 荒母也透过剧情表达了这个观点 例如东方帐助 发动了替身能力想要复活外公 却被陈太郎告知 已经死去的人 是无法靠疯狂钻石复活的 不只生与死之间的概念 荒母对于啾啾的精神 也非常讲究 只管每一部啾啾之间的故事 都相差甚大 但最终都是以 人类奋斗的勇气作为主轴 在幻影写脉中 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 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 人类的伟大就是勇气的伟大 而在不变钻石中 荒母也同样以此为主轴 并带出了黄金精神 所谓的黄金精神 并不只是单纯的正义 它是一种勇气 也是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态度 无论是各种大大小小的角色 甚至是反派 都可以拥有所谓的黄金精神 对于荒母而言 它并没有想要强加 什么正义的理念在读者身上 而是让读者自行发现 不管你是何人 身在何处 都能够坦然诚实 面对自己的内心 带着犹如黄金精神般的勇气 去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1995年 不面钻石宣布完结 赞助与它的伙伴们 捍卫了独王天的和平 同年度 荒母也继续创作 系列的下一部故事 啾啾的奇妙冒险 黄金之风 啾啾的奇妙冒险 黄金之风 于1995年 在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 故事发展是在上一部的两年后 广赖抗一接受陈家朗的委托 到意大利寻找第二的子嗣 乔鲁诺·乔巴拿 进而带出正篇故事 是一部以意大利黑手党 为题材的冒险故事 顺带一提 因为意大利文没有追 所以乔鲁诺·乔巴拿的拼法是 因此这一部的啾啾 实际上名为 与日本女性所生之子 因为帝偶自头部以下 是乔纳森·乔斯达的身体 所以同时拥有帝偶和乔斯达家族的基因 与历代舅舅不同 他有着乔纳森善良的一面 对于同伴非常温柔 且绝不会伤及无辜 也有着帝偶残忍的一面 对于敌人绝不会心软 经常以毫不留情的方式杀死对方 而身为一个创作家的荒漠 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有各自的特色 他曾说 如果在多年之后 被读者质疑 某两部的故事好像的话 他会宁愿把其中一部给完全抹消 要不然自己也会觉得讨厌 所以幻木在创作《黄金之风》时 并没有将主角聚焦于乔鲁诺身上 而是透过布加拉提小队全员的互动 来推进剧情 并牵引出角色之间的魅力 并且在《黄金之风》中 幻木不只将故事舞台设定在意大利 正如同第二部战斗潮流一般 幻木将许多意大利的场景 都还原在漫画中 并在剧情上 致敬了著名电影《教父》中的意大利黑帮 严格来说 《黄金之风》就是以黑帮的斗争 作为故事线索展开的 有趣的是 这些成员们的名字 其由来都是意大利文 且大多都是意大利食物 因为实在太多了 这边就列举几个暗杀小队成员的名字 普罗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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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火腿 霍尔玛吉欧 博尔玛吉欧 起司 贝西 鱼 加丘 鱼 冰 梅洛尼 梅洛尼 甜瓜 里苏特涅罗 是烩饭 是黑色 合在一起就是 墨鱼炖饭 只有感情很好的杰拉德与索尔贝 是雪糕与雪落的意思 雪糕与雪落看似很像 若要用最明显的差异来区分 就是含奶量 若还要仔细比较差异 那就是雪糕一般的脂肪含量 大约在4%到8%之间 高度属弹温度为摄氏温度 -18度到-25度 使用时则要保持在摄氏温度 -12度到- 而除了上述这些有趣的意大利巧思 荒木甚至把自身发生在意大利的趣事 也化解了漫画中 有一次荒木在意大利 准备要搭火车前往目的地 结果一进站没多久 就听到了好几声枪声 接着车站内 便弥犯着催泪瓦斯 真的荒木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 周围的意大利远警 急忙让所有乘客退出战后 这时荒木才知道 原来他遇到了一场 疑似恐怖分子的攻击 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 荒木也十分庆幸自己没事 也感谢尽责的原警们 等等 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劲 没错 我车票钱已经付了 虽然对于当时的他来说 这点车票钱就像九牛一毛 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是必须尽力去争取 而因为卡在语言的关系 荒木花了极大的力气 费尽了口舌才拿到了推款 如此捍卫自己权益的态度 真的也可以说是某种黄金精神 就这样 这件虽然惊险却又有趣的小故事 成为了黄金之风的故事桥段 暗杀小队的普罗休特 与贝西进火车站追踪主角群时 佛休特告诉贝西 尽快动手解决掉主角群 并说出了开车前解决 这样就不用买车票 也成为了暗杀小队贫穷的其中一个梗 而相信熟悉舅舅的读者都知道 荒木的画风受到了文艺复兴绘画的影响 特别是米开朗基罗的元素 在舅舅中许多地方都能看见 例如黄金之风的主角 乔罗乔巴拿 其最初的外形参考 并是来自于米开朗基罗的经典雕塑 也就无论是设计角色 服装或小物件时 荒木也会经常参考 法国或意大利的时尚书籍 商品目录 并搭配角色拟定主题 竟然带给读者充满艺术感的画面 1999年 黄金之风结束连载 此时单系们的发现数量 已突破60集 长达12年的连载 五部长篇故事 许多人都以为 啾啾的故事将要完结 但荒木并没有让啾啾的精神结束 紧接着于隔年 2000年创作了系列作的第六部 99的奇妙冒险 石之海 99的奇妙冒险石之海 于2000年 在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 故事的舞台为 2011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 空调陈太郎的女儿 空调徐伦 因为被诬陷犯下谋杀罪 而被关入周历监狱 而前来探监的父亲陈太郎 为了救女儿而失去替身和记忆 为了找出真正的凶手 徐伦开始了一连串的精彩的冒险 石之海是99系列作中首次 也是唯一一次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 在究竟的作品之中 我们只能看见超越时代的观念 与崇尚自由的思想意志 而其实早在第二部战斗潮流时 花木就已经想要塑造一位强大的女性角色 这个人就是乔7的母亲 西萨的师父 丽莎丽莎 不因为当时的风气 的确不流行如此的风格 在编辑强烈的要求下 丽莎丽莎并没有太多表现自己的剧情展现 而等到石之海开始连载时 花木终于说服编辑 让陈太郎的女儿空调徐伦成为了石之海的主角 在观念还是挺保守的1999年 花木无论是在女性、中性、同性情感之间的描绘 或是漫画里各种前卫的造型、思想、行为 可说是超越了时代 不止如此 九九里运航的元素更是十分丰富 看到这边你应该不难发现 花木喜欢把自己热爱的电影、小说、艺术品 大量利用在自己的漫画里 而九九的粉丝也一定知道 花木非常热爱摇滚乐 网络甚至很多人说 花木其实是利用九九在推荐自己的歌单 花木甚至曾经在书封摆过 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David Bowie的CD封面姿势 所以在九九里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西方摇滚乐团的歌曲或专辑 来作为替身使者的名称 例如岸边路犯的《天堂之门》 来自于美国著名音乐家Bob Dylan 于1973年的歌曲 敲开《天堂之门》 空调徐伦的能力 《时之自由》 则来自Jimmy Hendrix 于1967年的歌曲 《Stone Free》 普其身份三阶段能力 白蛇来自英国摇滚乐团 White Snake Zimu来自Pito四成员 Paul McCartney所作曲的Zimu 《天堂制造》 则来自皇后合唱团的 Made in Heaven 而上述这些只不过是挑几个来说而已 若是真的要聊九九与摇滚乐的关系 甚至您直接做一部影片 基本上光是看荒文的漫画 就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摇滚乐的美好 甚至还有很多爱听老摇滚乐的歌迷表示 这些歌曲突然某天点阅率以下暴增了 并且下面多了一堆卡通投降的留言 虽然他们不太了解是什么造成的 但我想 无论是透过什么原因 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欣赏一首歌曲 就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情 2003年 《时之海》结束连载 紧接着 荒美在平行世界展开了全新的故事 九九的奇妙冒险 飙马野狼 九九的奇妙冒险 飙马野狼于2004年 在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 并于2005年之后 在青年漫画杂志 Ultra Jump上连载 为九九系列作的第七部 舞台为1890年 曾是天才七首 却因我次意外而瘫痪的乔尼乔斯达 为了得到能使他瘫痪的下半身 得以行动的秘密 参加了一场横跨北美大陆的超长城赛马 Double Rock 并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中 逐渐发现隐藏于背后 无人为之的秘密 主角乔尼乔斯达 为第一部幻影邪迈主角乔纳森乔斯达 在平行世界的对应人物 但个性却与历代九九主角大相径庭 不但处置平庸 有时还软弱自卑 因此并不太受读者的青睐 加上故事题材相对冷门 即使设定相当有趣 在初始并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回响 甚至荒木在前期一度放弃 替身能力的设定 让不少读者跌破眼睛 不过这个设定却是荒木的回归原点 当中描写骑马竞技 纯粹的对决以及坚定的友情 直到故事中后期 替身能力的设定才逐渐浮出水面 而由于荒木不聚焦在替身本身的强度 所以九九系列几乎没有出现过 修炼替身能力的环节 而是把替身能力与角色的意志相互结合 通过角色经历各种事件所获得的领悟 让精神与意志迈进 并同时升华替身能力 如同标马野狼中的乔尼 每一次替身的进化 都是他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这种升级方式 既能巧妙避免战力的膨胀 还能从侧面塑造角色的深度 让超能力不仅只是噱头或战斗的工具 而是能反映角色本身的象征 也因此 标马野狼的核心 更注重于描写每个角色的心路历程 花木花了更多的心思 去铺陈角色的对景 与他们的内心世界 没有确定的善与恶 没有单纯的胜与负 让读者与这些角色们随着比赛一同成长 可说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作品 而标马野狼也是前七部连载时间最长的篇章 一共连载了七年的岁月 2011年标马野狼结束连载 而花木继续在童年度画出了下一部故事 99的奇妙冒险 99的奇妙冒险 99与2011年在Ultra Jump上开始连载 为系列做的第八部 标题中的LION并不是狮子的LION 而是源自拉丁语的Evangelium 代表福音的意思 舞台是2011年日本 故事讲述了住在日本独王厅的平凡少女 广赖康碎 某天在一处泥巴坑中发现一名 拥有替成能力的失忆男子 男子被东方家收养 并命名为东方定柱 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 东方定柱开始了他的旅程 而这部作品打破了上一部标马野狼的记录 成为了99系列中连载时间最久的一部 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完结 不过这段岁月 无论对花木自身 或是对于身为漫画家这个职业来说 都是意义非凡的十年 实际上连载第七部标马野狼的尾声时 日本正经历了311东日本大地震 严重的灾情景象冲击了日本人的内心 而花木的老家 工程县仙台也是灾地 他更曾在专访中说过 从江户时代 至今传承14代的花木本家 被海啸冲走了 回忆里的风景就这样消失 感到十分冲击 花木想把自己的漫画 作为一种灾后的祝福 带给独者勇气 去面对灾后的生活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部会将故事舞台 颁回以仙台为范本的读王庭 并且在标题加上福音的原因 虽然某些读者认为第八部与以往的系列比起来 少了许多精彩的场面与经典的台词 讨论的热度似乎也没有之前高 但作品中所传达的精神 无论是对漫画中的角色 对读者 对自己 对受灾者 都有着宝贵的意义 于是 在2021年的8月 99第八部终于迎来完结篇 八部长篇故事 近35年的连载岁月 回头看看当初自己能够踏入这行的契机 就是入选了以守宗之中命名的守宗赏 如今 荒木也有了自己的漫画赏 即是深月刊Ultra Jump 举办了以荒木飞旅院命名的 荒木飞旅院漫画赏 在连载的日子里 荒木也达成了许多人生大大小小的里程碑 例如举办个人原画展 不得第17届文化厅媒体艺术纪漫画部门大奖 暗星本累积销售突破一亿测 作品推出电视动画 真人电影、游戏等等 终于照明除了卡牌、模型 也涉及手标、领带、耳机 智慧型手机以及食品等等 而这些年来 粉丝们除了讨论故事中的情节 也会比较角色中的能力、战斗力 但其中最让大家津津热闹的话题 便是荒木老师的脸 明明已经超过60岁的荒木 外表看起来确实40岁左右的壮年风貌 可以说是全球漫画界的特异存在 因为旧旧的单行本书风 荒木都会放上自己的照片 粉丝们曾经搜集后比对发现 荒木从第一集到目前最新进入为止 几乎没有变老 也因此荒木被质疑 肯定是波纹使者 肯定是不老不死的地友本尊 甚至因为太多人逼问如何长保青春 连荒木本人都笑称是波纹的功效 先不论荒木是否使用了食鬼面 可以知道的是 生活作息对于外表是有着十分直接的影响 荒木与大多数漫画家不同的是 它基本上是不熬夜的 不抽烟就仅止于浅长 晚上十一眼睡 每天要睡足八秒 虽然那个是伎俩基因的作息 但真的有编辑曾透露 荒木是有点像伎俩基因的 不过度熬夜 且每天早上睡到十点起床 星期天开始绘制草稿 星期一到四则用来作画 星期五及六则会好好休养或出门取材 这几十年间几乎都维持这样的模式 而如此规律的作息 其实是效仿自邱本志老师 也就是日本长生漫画 乌龙派出所的作者 在维持高品质及稳定的作画前提下 连载三十多年的久久 是几乎不休堪的 如此自律敬业又负责的态度 值得作为业界漫画家的模范对象 荒木飞驴院 它不只是一位漫画家 更是一位艺术家 连载超过三十年的漫画家 虽然不多 但也并不稀奇 不过能将漫画形式升华至艺术的 确实没有几个 它不但成为技术总是从事后 第二位在日本国立美术馆开展的漫画家 更是法国罗浮宫邀请开展的首位日本漫画家 在2020年也参与了东京奥运的海报设计 其实年过半百 依然没有要退休的打算 99系列的第九部 Jojo Lance也将在不久的将来与我们见面 究竟荒木老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新故事呢 我们并不知道 但可以知道的是 荒木老师绝对会带给我们拥有十足意义的作品 从99连载开始 他就一直把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呈现给读者们 无论是喜爱的电影还是小说 或是他听过的音乐 吃过的美食 这些点点滴滴 全部成为了99的元素 让读者们在阅读99时 不单只是看一本漫画 同时也是在欣赏荒木老师的人生过程 30多年的时间 我们仿佛跟着荒木老师 一起走遍了世界各地 我们一起探索了生命的古迹 也欣赏了精美的艺术 甚至支角了许多事物的流行与陌落 荒木老师的漫画带给我们的体验 是浪漫的风景 是华丽的旅程 更是一场奇妙的冒险 好的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很抱歉因为荒木老师的内容 因为有需要调整 所以就重新上片 在这支影片里面呢 也加入了一些新的补充 希望你们会喜欢 也对之前等待影片的观众们 说声抱歉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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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